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县城安全的队列 Cream 从这几个开始呢 我们将会实现县城词 在这一节课 我们先来对这个县城词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就包括 首先什么是这个县城词 然后呢 是为什么需要使用县城词 好的 那么了解什么是县城词 以及为什么需要使用这个县城词 我们就对这个县城词 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了 首先 什么是县城词呢 县城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存放多个县城的容器 在这里面我们也举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鱼塘 池塘 那么池塘呢 它肯定有很多鱼 我们就说这个鱼塘池塘是装很多鱼的容器 因此呢 这个县城词也是类似的意思 县城词就是存放很多县城的这个容器 县城词呢 我们当这个CPU需要调度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县城 从这个县城词里面取出来调度 那么执行之后呢 并不会对这个县城进行销毁 而是呢 把这个县城 放回这个县城词 重复的利用 这一个就是县城词的基本的一些情况 首先它是一个存放多个县城的容器 其次呢 这个县城词里面的县城 当需要执行的时候 由这个CPU调度去执行 但是执行完成之后 不会销毁 而是把这个县城 重新的放回县城词 重复的利用 这一个就是什么是县城词 理解了什么是县城词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 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这个县城词 为什么需要使用呢 首先第一点是县城呢 它和进城一样 都是属于稀缺的资源 那么因此呢 不应该被平方的创建 以及销毁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县城呢 它也有三下文 我们在创建这个县城的时候 以及销毁这个县城的时候呢 都需要额外的资源去控制的 因此呢 县城就属于这个稀缺的资源 不应该被平方的创建 以及销毁 那么这一个也是需要大家所注意的 其次第二点就是 进行这个架构的结偶 因为呢 县城的创建 以业务处理的结偶呢 可以使得整一个 后台的架构更加的优雅 我们不应该在业务处理的时候 需要使用县城的时候 才创建县城 而是应该提前的 我们使用县城词 去创建了所有应该使用的县城 那么这样子可以完成这个架构的结偶 使得你的程序 你的服务更加的优雅 更加的符合一个高级的架构 最后第三点就是 县城池本来就是 使用县城的最佳实践 包括阿里巴巴 程序 以及百度 等等的大型企业 那么在标准的使用县城的时候 都是由这个县城池所提供的 那么这个也是大型公司对这个县城的一个约束 那么在这里面呢 老师也找到一份文档 这个文档呢 是关于阿里巴巴 Java手册 在这个手册里面呢 就强制要求使用县城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册是怎么写的 那么这里面 标示的说 强制县城资源 必须通过县城池来提供 不允许在应用中 自行显示的创建进程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从阿里巴巴的Java手册里面 截图下来的一个文档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呢 他在使用县城池的时候 也是强制的要求县城资源 必须通过这个县城池去提供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县城池的这个重要性 以及它的规范性 好的 那么了解的这个县城池呢 我们后面就进行县城 以及县城池的实现